自雇人士在工作和收入方面一向缺乏保障 但这次的疫情加深了这些问题 并且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疫情期间,自雇人士的收入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谓应民所需,疾民所需 我很高兴政府在之前的预算案中 正是自雇人士无法享受企业求助的问题 并且推出了针对这个群体的援助 比如自雇人士收入补贴计划 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对收入的焦虑 但是同时,也有一些自雇人士虽然收入同样受影响 却因不符合某些条件而没法获得补贴 随着我国的经济萎缩 自雇人士这一群体可能会继续面临工作和收入上的困难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考虑根据情况加强针对自雇人士的援助 当然,给予收入补贴一类的援助只能解燃眉之急 从长影来看,我们需要仔细探讨如何在就业和收入方面 更好地保护自雇人士 我想在这里提出两点 其一,根据目前的法律 自雇人士没法形成工会 导致他们的权益和声音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尤其是依靠合约的自雇人士在和大型平台公司谈判 权益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 为此,我们应该确定该如何定义他们 是合约工还是雇员 并且接下来也应该清楚地划分平台公司的定位和责任 这样做才能确保这些行业和营运模式能继续发展并且成长下去 其二,对于自由业者 我们也应该监视服务买家的责任 目前处理服务合同条款的公平性问题的方法 是通过小额赔偿或民事法庭 但是我们也需要考虑是否需要针对不公平的法律条款法令立法 以便更好地保护自由业者的群里